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待会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软磕霜倒不一样在哪里 首先欢迎我们情人节特辑舌尖上的节目表的特派式支援时尚顾问J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时尚顾问J 我不是他的情人 对 他不是我的情人 情人节快乐 今天邀请了时尚顾问J来进行我们这个舌尖上的节目表 情人节特辑的式支援 我们总共有三道菜 分别要象征呢 要献给不同的三种恋情情侣 真的有询问 对啊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第一种啊 就是两个人会在一起 那个缘分很重要 方式也很多 有的可能是因为同学 有的呢 可能是因为同事 有的呢 可能是在路上啊 就是碰见或在网络上碰见 那今天呢 我们舌尖上的节目表 第一集的情人节特辑呢 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见钟情的情人 一见钟情的恋情 想请大家想顾问J 跟你的另一半是怎么认识的 嗯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双方的妈妈都在旁边的 哦 原来是母姐会 对 我们幼稚园都认识了 哦 是吗 没有啦 就相情认识 相情认识 哦 那就是一见钟情型的恋情的标准款 Classic相情认识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科学 蛮有效率 因为地球上有70亿人口 能够用这样科学的方式 很快地鉴定 鉴别对方 对啊 一见钟情结婚 你看到现在多幸福 多美满 所以呢 今天要跟顾问J分享的 一见钟情的 要献给一见钟情的情侣是做哪道菜呢 应该是火辣辣吧 哎 对 那种一见钟情 天雷沟通的地魂 就要很火辣 很激情 emotional 所以呢 这道菜呢 献给一见钟情的情侣叫做麻婆烘蛋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舌尖上的节目表情人节特辑呢 要为这个一见钟情的恋情啊 来做一道象征一见钟情这种火辣辣的这种热情滋味的麻婆烘蛋 那么我们这个舌尖上的节目表 麻婆烘蛋这道菜的这个单元的赞助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 alumoto的卵壳双啊 来赞助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麻婆烘蛋有相接近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看麻婆烘蛋需要的材料 在做麻婆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就看到 哎 猪脚肉 猪脚肉 油花跟肉的比例大概一比一 当然可以再少一点点 不过不用担心这个油花很多 因为待会在编的时候呢 这个油会全部逼出来 我也让它消失的 好 接下来呢 麻婆烘蛋 它有主要三个很重要的酱料 一个呢 就是这个甜面酱 这个就是甜面酱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辣豆瓣酱 对 它是有点辣味的 看它豆子 黄豆 然后再来呢 就是这个豆瓣酱 这豆瓣酱是很浓稠的 对啊 特别选用那个皮线豆瓣酱 不太好买啊 碰到的时候一定要带回家 就像你碰到那个 阿鲁莫的软壳酱 你碰到了 记得把它带回家 很好用 好 它的材料 接下来还有呢 就是旁边的调味料 这个东西呢 是这个 大红袍的花椒粒 跟磨碎的花椒粉 那你看这个花椒粉 基本上不是非常的粉末状 磨花椒粉的时候 通常不会把它磨得很碎 因为磨得太碎 它的油脂 会把那个香气带走 所以你就越磨的时候 因为它会发热 你闻到那个香味 其实那个香气就已经真夸掉了 所以我建议你们买到那个 花椒粉的时候 不要磨得太细 粗一点会比较好 然后就是 增色用的辣椒粉 好 葱姜蒜都有 我们今天用三颗蛋 打蛋的时候就发现了 你看 这就是蛋壳 什么是 软壳酸 它就是这个 这一层膜 有没有 这一层膜 对啊 据厂商说 它们这个软壳酸包含了18种氨基酸 所以 营养成分非常高 所以我们吃鸡蛋 补充蛋 这个软壳酸 你看到没有脸那乖乖的 每天的感觉上 你这个人气色很好 你好像 天天都在背一箭中情 天天在恋爱中的感觉 OK 打蛋 打蛋的过程中呢 这个我跟很多烹饪班的学生 因为是学生嘛 所以看他们打蛋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那个 这个台湾龙卷风的方式 有没有 搅 其实不要 这个浪费时间 你最好 要不上下 要不左右 可以把这个蛋呢 打得更均匀 蛋白蛋黄会调和得更快 那在打蛋的同时呢 这个 你要记得不要 台湾龙卷风 这样其实你根本没有打蛋 你在搅它而已 你要这样子 对啊 有没有 要听到一些打蛋的声音 对不对 这样呢 大概30秒就可以了吧 如果中间会累的话 你可以休息一下 好 打完之后 加一点这个 我最喜欢的西班牙海盐 西班牙海盐呢 这种海盐呢 基本上天然海盐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平常要是吃那种台糖的盐 或是金盐 这种白色的 纯白色的盐 你吃的时候 你舌尖上能够体会到的是咸味 除此无它 可是你用一些比较 価格好一点的海盐 我建议在家里吃东西 给家人吃 当然选的比较好 你用海盐的话 你会觉得 它是有甜味的 回甘 有海洋的香气在里面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做 然后呢 这个麻婆烘蛋 分成两个部分进行 第一个呢 首先呢 我们要先煎蛋 把蛋像葱花蛋一样那样煎 然后煎完之后呢 会拿起来 会起锅 放到砧板上 切成块状备用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麻婆的这个 麻婆肉酱 所以我们先从煎蛋开始 火其实可以不用太大 因为我希望那个烘蛋呢 不要旁边都已经起泡啊 这样子 所以慢慢的 在那个锅子有点微热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 那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蛋料理啊 每个家里面 是要学一下 比如我们上次之前在这个 神经上的节目表里面 有介绍过炒蛋 怎么样让它 怎么样让它可以 感觉很粘 就是你在起锅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要离火 就是那个炒蛋 锅很热 油热的时候 一倒下去就赶紧搅 然后就把它锅子这样拿起来 那现在我们就慢慢的 用那种烘的方式 把这个蛋慢慢的烘熟 那其实呢 麻辣烘蛋呢 基本上这个蛋 它不用像做成一个圆形状 因为我们待会要把它切片 要把它切片 就好像在切那个豆瓶一样 把它切片 然后把麻辣麻婆酱 把它炒好了之后 再拌下去 再翻炒一下就可以起锅 所以这样慢慢的去烘它 它就不会一向刷 就是那个蛋上面都会有油泡啊 那当然喜欢那种油泡感觉也可以 但是因为麻婆烘蛋这个菜 是一个组合菜 所以变成这个蛋你把它烘好之后 它慢慢的因为冷掉了 它就会缩下去 所以你原先那些油泡呢 也就不会脆 因此我才会用这个方法就是 不用让那个油锅很热 慢慢去烘它 有没有你看它今天没有粘锅 那等它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翻面 让它一次熟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起来放在砧板上 就把它切开了 所以你不在现场 如果你在现场的话 你现在闻到那个纯粹 淡跟盐 调合起来 散发出来的香气 那个就像男生在对一个女孩子一见钟情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 比如说头发的香味啊 肌肤散发出来的味道 那时候的男生真的我不骗你 那个鼻子好像感觉上变得特别大 对他鼻子嗅觉特别灵敏 但是呢 这对情侣要是在一起之后 经过了这个一年半载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男生的嗅觉就降低了 当你有一天起床之后 我来准备要跟你男朋友出门的时候 你就问他 你看我今天喷的什么香醉 他完全闻不到 我慢慢听到一些滋滋声 就表示说他可以 可以翻面 看到 这就是那种烘蛋的颜色 就表示这样的状况就差不多了 你不用太熟 因为我们待会把那个麻婆酱做好之后 要再下去半场 所以到这里就可以了 接下来你就进行这个一见钟情的猜色 麻婆烘蛋的重点 麻婆来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进行这个 麻婆烘蛋的第二步骤 来制作麻婆酱 制作麻婆酱的这个工序呢 其实基本上来讲它是有一个顺序的 就像我们这一档赞助的厂商呢 他们在制作这个软壳霜 阿罗莫酱他们对于工序也是非常的仔细的 有如我在做菜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猪脚肉均匀的拌炒 那你在拌炒的过程中呢 火力其实不要太强大 不要让它一下就焦掉 在拌炒的过程中 我们要放到其他的配料 这边的配料有蒜末 姜末 还有花椒粒 所以呢在吃到菜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你会吃到一些花椒粒 所以要小心一点 下去之后你就马上会闻到那个香气 花椒的香气 那对于烹饪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一开始要求好 而不是求快 所以呢比如说 像对于火候啊控制 不是很熟练的人 其实一开始你可以把火力降低 就是说它不用那么烫 不用那么热 火力降低 你可以看到你烹饪的这道菜 或是你的食材在锅中的变化 你就会变得比较有把握 那这个猪脚肉要把它炒到蓬松 所以呢现在有一点点变色 但是这个颜色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让它颜色再深一点 深咖啡色 那么接下来到这个程度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酱料 首先我们先加的是辣豆瓣酱 这样的量我大概会加一半 那刚刚各位提到 就是说在炒这个麻婆酱的时候 火力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 这些酱料都带甜味 所以你很容易焦掉之后 那个苦味会出现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接下来这是豆瓣酱 刚刚是辣豆瓣酱 现在是豆瓣酱 那如果怕它很快 担心它会焦耀的时候 你在炒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离火 也是把锅子稍微拿起来一点 所以现在会闻到 所以现在会闻到 如果你在现场的话 你会闻到一种 一股很浓烈的那种酱料的甜香味 还有咸香味 接下来就是这个 甜面酱 各位看 这个感觉上锅子里面的 这个绞肉的分量不多 其实非常多 因为我会把它做的味道 比较重一点点 就是因为它是要符合 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不对 舌尖上的节目表 一见钟情的象征菜色 麻婆红蛋 对啊 因为大家会想 不是麻婆豆腐啊 怎么会做麻婆红蛋呢 因为是情人节啊 所以打一个蛋象征 圆圆满满 不是很好 对不对 就像如果你去买到 我们这个厂商提供的 这个阿鲁摩豆的碗壳 每天擦每天擦 对不对 气色饱满 你的感情就圆圆满满的 好 这个酱色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倒一点水 让它滚 让它稍微煮一下 那水里面会加一点酱油 所以加了水之后火力要把它提升一点点 好 这样的话呢 水分差不多了 但是不要 在水分未烧干之前 我们就要把刚刚做好的这个烘蛋 切成块状之后 倒到锅里面去翻搅 它有点像蛋皮这样 切成块状之后 一片一片的放到锅里面去翻搅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在锅里面看 刚刚觉得 那个绞肉量好像很少 其实你把这个蛋放上去之后 你觉得大家比例是 差不多的 一半一半 那翻搅的过程中呢 如果你用的不是皮米锅 是炒锅的话 会更帅 哇 帅呀 对不对 一见钟情的恋人 碰到两个人 碰到一起 那个天雷沟洞地魂的感觉 是甩锅啊 所以刚刚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在做这个蛋的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没有把这个蛋煎得非常的熟 烘得非常的熟 原因是因为 它们要拌在一起 要一起加热 所以它就 我就没有把它做到 很金黄色 或是已经做到有点咖啡色 基本上它还是黄黄的 比较漂亮 卖向上会比较漂亮 好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现在倒入胡椒粉 花椒粉 它就会有那种 川味的风格会出现 然后再来就是胡椒粉 然后你在做这些 做这些 比如说调味粉 在撒的时候 你要是听到 这锅子里面 开始有那种 噼里啪啦的 那个声音的时候呢 表示说它的温度是很高的 你要把它抬起来一点点 免得让它焦掉 因为刚刚跟各位讲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 甜味的酱料 所以如果你 一直把它摆在上面的时候 焦味会出现 就是跟这个爱情一样 就是你不经营它 它就苦掉了 你知道吗 所以要用心经营 因此呢 谈恋爱呢 我们可以闪电的 天雷沟洞地火 但是这个恋爱啊 谈得久啊 就要小伙伴都保温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一个 很慎重的环节 就是要放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啊 跟各位分享 我个人一个经验 举凡你碰到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呢 它要是让你觉得 它是个橘色的 你就千万要小心 脑袋里面就要有警讯 这个东西非同小可啊 它一定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是加太多的话就糟了 所以我一般来讲 在我不熟悉的川菜餐厅 或是外面的餐厅 或是面摊 我碰到那个辣椒酱 在我印象中 不是那种 钢山辣椒酱 红通通的 加了红槽啊 这些食用色素 然后你吃起来 你一口 一整趟下去 你只知道咸味没有辣味 那种以外 然后碰到这样这种 千万要小心 一点点就好 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你看这一锅啊 这比例呢 是整锅的 好巧 跟我们这个 阿鲁莫豆的软椒酱 里面有一个精华的 这个元素 叫做熊果酥 一样 放3%就可以了 超过了就 太辣了 所以 有些使用者 用了阿鲁莫豆的这个软椒酱 他会觉得 怎么选果酥只有3% 完美比例 人家是经过无数的测试 像是我在下午 煮这道麻婆烘蛋的时候 用的辣椒的量 也是经过 很多次的吐嘴啊 为什么 太辣 太刺激了 太淡 又觉得不够力 所以 3%蛋糕好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嗯 嗯 很好吃耶 那个蛋啊 中间烹蛋 中间就嫩嫩的 然后不会太柴 然后就是沾附了那个所有酱汁的味道 初恋的感觉 再吃一口 嗯 配饭应该要来一碗白饭才对 好的 我们这个时间上的节目表呢 情人节特辑的第一集呢 就是讲一见钟情的象征菜色 麻婆烘蛋 这都要感谢呢 我们本档的赞助商 Alomoto 软壳霜 哎 在网络上碰到了 记得高观一下 看看他们的东西效果好不好 我觉得会跟麻婆烘蛋一样的好 象征呢 这么好的保养品 跟你的脸部肌腹 一见钟情 短短的 OK 时间上的节目表 下次见啰 年龄を超えていく 乱角膜の力 Almodo